今天来到这个库域的附近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哥 他在这个山上采摘了很多的乡村 还没有 他自己做成这个乡村 这个是什么 乡村酱 乡村酱是吧 这乡村酱一瓶 有时候我回去拿两瓶尝尝 这是阎大哥 之前我们就认识 对 自己 这个乡村它是 都是怎么吃啊 这个炒鸡蛋或者是包饺子 煮肉炒肉都香 凉拌凉拌豆腐 这个味道还挺满的 各种吃法都香 像是红油乡村 这个乡村在外边卖好几十块钱一斤 最早的过年过完年是60 60是吧 我听说他们甘肃那边还要卖100多的 就这个乡村 你到上海 上海那边北京上海都卖200多 像村 他们那边这种东西少 没有 对 没有 就是 没有这个东西 哦 你这边这得有多少斤呢 这个有80多斤 80多斤 下午还上山塞呢 下午还要上山塞呢 下午这边栽的还不够 明天 明天给超市或者那个都要送市场都要送你 哦 你做这个东西做了多长时间了 我去年没有听您讲这个呀 我去年没跟你讲 我去年拿到粮力那你让他都都吃你应该吃过呀 没有我我那个去年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他那住了 像我们的乡村是我们的 呃 核桃仁是我们的 哦 这个存菜油都是我们的花椒呀啥都是我们自己的 哦 就做一下这 这也算是咱们这特产了 这就是我们政府 政府也 因为这就是你们在那的特产啥 就这 一个是送乡村 一个接下来就送这个酱 政府呢 他们来一下 杨哥准备五香 有五个朋友 这个都是怎么包装的 这个是几瓶一 六瓶一香 六瓶 有没有那个就是说像两瓶两瓶的那种的 没有 比如说人家有的就是想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吗 他想体验一下 那就拿两瓶 就单独给他拿两瓶 这个也是 这个成本比较高 你要请人家来做一回 你来知道做一回都给人家一千块钱了 哦 那行 你对香菜核桃仁 行我就先拿四香就行 拿四香 你看看我跟你说呀 下次就没有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是给那个龙家乐准备的 哦 他又来拿 然后他龙家乐就给他打了老老九三桩 三贡 就有这几个字 其他的就没有这个 就是我们在吃我们的就是良心香蕉酱 这个就没有其他 对你应该打自己的商标嘛 嗯对对对 我们自己都是良心香蕉酱 好 自己商标就是那个良心 那我先拿我先拿四提 哦 先拿回去 这个呀 是我刚拿回来的消水 地头一次试试一下 就拿它蘸馒头了 这个是那个杨大哥呢 他自己做的 切得很碎 感觉闻着啊 就是有一股浓浓的消息味 他这里边呢 就是油放的比较多 有有点微辣 微辣 微辣之后这个 这个辣的 味道比较重 我感觉 可能就是说我这个 我接受的这个辣度还可以 我给你加一点 你能吃烂吗 我吃了 好 吃一下 我觉得应该裹馒头 挺香的 嗯 这是他自己做的 这个应该我觉得下饭是可以的 它这个油还没有人说 因为人大 就是说挺好的 不是特别大的油 嗯 它这看起来油多 吃起来不腻 就这些了 嗯 嗯 还可以 嗯 烧辣 把味辣变成烧辣 还可以 嗯 嗯 这样的话吃 就是满的吃就很好吃 嗯 如果再放一点那个鸡蛋的话 我觉得 不够好 就自己单独的炒一点鸡蛋 它这个也可以 我觉得是不是炒的鸡蛋 再放哪一块 也可以那样去吃 嗯 吃一张菜吃 嗯 我觉得单独拌米饭也可以 嗯 嗯 嗯 com 嗯 咱们